洛阳龙门真的是大禹治水时早开的吗? 大禹治水三国家门而不入的典故,千百年来,传遍神州大帝,大家都耳熟能详,使我们不禁为大禹这种,为大家舍小家的伟大情怀而感动, 他也因治水有功,被顺地善让而继承地位,建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下潮。 大禹到底是哪里人?有认为是河南的,有认为是四川的,还有说是安徽的,都是各说各有理,也没有人能够拿出,让所有人都信服的证据出来,我们再不去管他,无论他是哪里人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,是他治水的功绩是毫无疑问的。 开凿龙门是大禹治水一项重要的工程,但是关于龙门也有两个说法,一个说法是在陕西和山西交界的龙门山,一个是河南洛阳的龙门山,我们也不去争论到底是哪一个, 但是河南洛阳一带,留下了非常多的关于大禹的记载,应该不是空穴白风的。 洛阳的龙门,也叫伊雀,据水经著记载,西大禹书龙门已通水,两山相对,望之若缺,伊水地期间,故位之伊雀,传说中那个洪水泛滥的时期, 洛水洛河和伊水伊河都因受阻,而形成一片大的汪洋,类似于燕色湖,当然在那个时期形成的远比燕色湖的规模大得多得多。 大禹首先疏通了洛水洛河,使之注入黄河,而伊水伊河受阻于龙门山,因此凿开龙门山使得伊水伊河和洛水洛河会合一起注入黄河,从而解决了这里的水患。 伊水伊河作为洛水洛河的一个支柳,发源于雄尔山,由金兰川县,松县,伊川县,穿过伊雀,洛阳最后和洛水一起汇合注入黄河,长368千米。 大禹开凿的龙门山就是现在昭明的龙门石窟所在,据洛阳约十二公里,龙门山被伊水伊河分为东山和西山,河水从二者之间穿过,东西二山活向大门的两边,因此这里被称为伊雀。 据地质专家探测发现,龙门山东山、西山两座山上都有很多的列系,但是它们上面的最主要的一些列系,竟然能奇迹般地对应起来。 仿佛这两座山原本就是一座山,真的如传说中,被大禹治水时凿开这一般,这不能不让我们思绪翻飞。 这真的是被大禹劈开的吗?传说虽然很美丽,但是实际上在那个遥远的年代,没有现代工程机械,单纯地靠简陋的工具,要挖开一座山是非常难的,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何况还有滔天的洪水在侧,其难度更是无法想象的。 那这一座山,又是怎么变成两座山了呢? 实际上,这是自然的力量造就的,龙门山主要是由石灰岩构成,而石灰岩的最大的特点,就是容易被水溶石。 在远古时代,这里的地壳活动非常频繁,高耸的龙门山挡住了依河水的去路,河水越积越多,像燕色湖一样,终于有一天河水漫山而过。 再配合地壳的运动,石灰岩的山体在流水千万年的慢慢冲刷和融石下,慢慢形成了依靴的器官。 使得很重。